2017年7月1日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证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和粤港澳三地政府 在香港共同签署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官家协议 为大湾区建设定下合作目标和领域 大湾区是习近平亲自策划 和推动的国家战略 包含广东省九个城市 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 总面积五万六千平方公里 总人口超过八千六百万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一万六千亿美元 2019年2月 中央正式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香港继续获国家赋予重任 支持香港发展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善用本身金融中心、贸易、航运 专业服务等的优势 和湾区内的城市优势互补 国家十四五规划也提出 加强推进大湾区建设 大湾区是十倍香港人口 发展的机会很大 使得香港在创新思维、土地、人力方面 得到一个解放 所以这个对香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